泛豪的事情不能再說 他是在跟馬英九說 泛豪不准再講的 吳博雄 泛豪不准再講了 郝文斌 泛豪不准再講了 你這段王金平 你點點 不能再說了 這代表黨內真的有人在講了 我請問李乾隆是什麼角色 李乾隆 你在這裡點兵點將 是這段大人的面前 你有辦法 你把他研究說 我已經在點兵點將了 你跟侯友宜跟王金平說 我已經在點兵點將了 你很大的 你很大的 現在整個黨就都李乾隆在處理 郭民黨在處理這些人情世俗的時候 奇怪 李乾隆應該是一個很圓榮的人 應該是很會處理這個事情 哪有辦法處理到一頓飯吃完 大家覺得都在滾王金平 黃金平現在也不知道怎麼 對面又有一個麻煩政生的馬英九 當馬英九的名單是說 我們現在要請王金平做侯友宜的主任委員